悬浮音箱 上面呢是一个小音响可以悬浮 但是现在主音箱不开机了 上面的小悬浮音箱呢非常的重 这里有强词 一枚开机键 看一下主音箱 这里有三个小触点 关机之后呢 它会处在这个电镀光圈上 我们给主机通一下电试一下 它的适配器是12V两按 12V供电通电 12V0.16按 按开机键呢没有电流反应 直接拆吧 下面有脚垫 这应该是被拆过了 四颗螺丝 可以看到一个大低音喇叭 还有四枚螺丝 好试一下呢敲不出来 那么这面可能还有螺丝 上面也有螺丝 直接可以掀开 排线都没接呢 它的面板里呢还有螺丝 现在可以抽出它的主体了 上面还粘了一条排线 哎呦妈呀太重了 主电路板的在这里 上面还有驱动马达 拿下开机面板 给电机一个三伏的电压 它的悬浮部分顶起来了 可以看到主板了 这是它的升降马达 通过变速齿轮 带动丝杆 可以实现上下浮动 下面是它的主板 拆开之后呢肉眼可见 这颗无脚管 烧了 上面的丝印是90104 然后这里还有一颗八脚管 扎管了 AS5430 左下角扎了一个口 我们先将这两个坏的元件拆下来 看一下它的电池 两并 再两串 7.4V 4000毫安时 接下来把坏的管子换掉 很快啊 到货了 焊接完成 我们装机试一下 充电指示灯呢 已经亮了 开机 真的可以悬浮 玩过了之后呢 咱们看一下结构 开机小板 上面还有两个USB插座 可以给手机充电 开机 马达工作 然后上升 这里呢 有一个线位开关 升到这里 停止 悬浮 关机 这就是它的升降过程 然后我们看一下 上面的小飞碟 下面呢 是一块墙瓷 瓷力非常的强 飞碟的开机按键 实际上我们手机连接的呢 就是这枚小飞碟 然后它的上面呢 还有一枚高音扬声器 无线充电线圈 电池和蓝牙芯片 当你开启它的音箱 已经和手机相互连接的蓝牙芯片 会再和下面的主板连接 它的下面枪体呢 是一枚低音喇叭 我们捋一下下面的结构 拿下悬浮音箱 拿下上盖 这里呢 有一条排线 断开 上盖 有四枚乐异地 还有一组无线充电线圈 通过这组线圈呢 给悬浮音箱充电 然后往下 首先是一块大瓷石 然后三根滑轨 大瓷石的中间呢 还有四块电磁铁 它的悬浮升降部分 首先这组排线呢 连接着线位开关和升降马达 通过里面的变速齿轮 带动丝杆 实现电磁铁的高度调节 然后这组排线给电磁铁供电 看一下四枚电磁铁 现劲呢 相同 看一下如何排斥呢 排斥的力度呢 非常大 再看一下主板 从开机小板开始做 上面还有一颗伏位按键 通过排线连接到主板 然后是它的蓝牙小板 单独的一块小板 然后是一颗AP3165 这颗芯片呢 我不认识 但是可以推断出来 它是连接着它的扬声器 也就是下面的低音喇叭 所以它应该是一颗音频放大器 这里呢 是它磁悬浮的供电 供电控制管 继续左 这里BQ500212A 它的电源模块 然后是它的核心 ST一把半导体的单片机 往下 升降马达 控制芯片 CD5890 整个下面呢 是它的低音音箱 是一个箱体 扬声器 四枚螺丝 看一下它的喇叭 四五亩 十瓦 结构看完了 我装好还给粉丝 因为疫情呢 封城了 很多东西都接不了了 很多粉丝的留言呢 我也来不及回复 没有收到回复的粉丝呢 大家不要挑理 实在是太多了 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